大家好,我是老虞 那么大家看我的衣着打腕跟平常不一样,又穿了一件棉衣 因为东北啊,在供暖期过了以后,屋里会很阴冷 所以穿上一件小棉耳,要不非常的动手 家里现在也就十七八度的样子 东北人真的不如南方朋友耐动 我到过南方,南方朋友家里的屋里如果不开空调的话 冬天一般在十几度,十二三度就差不多了 我们东北有暖气啊,都二十二三度,二十四五度 都比南方朋友家里都高十多度 冷不丁着这一厅供暖,真的挺难受的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话题之前就冻得直打哆嗦 书归正传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 定焦镜头 那什么是定焦镜头呢? 大家就顾名思义呗 就不能变焦这种镜头 就是定焦镜头 因为定焦镜头跟变焦镜头的做工 还有里面的构造不是很一样 变焦镜头由于它需要长短焦段的变化 深说镜片镜组还有镜头之间的构造要比定焦镜头要复杂得多 由于它镜头各种构造比较复杂 那么想要做到大光圈是很难的 目前的科技还无法把一个大边焦的镜头做成大光圈 定焦镜头啊,由于里面的构造就比较简单 它的镜组之间的距离,镜片之间的距离都是不变的 由于它里面的构造比较简单 它就可以把光圈做得更大 这样获得更高的进光量 来获得更鲜亮,锐度更高的画质 我手里拿的是司马的35毫米定焦镜头 最大光圈是1.4 也是A系列的一个头 这A系列黑科技比较多 那个质量还有造价都比较高 司马的这款镜头啊 比起以前的老司马镜头 做工材质还有镜身的材料 还有镜身的涂层 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尤其它的对焦速度 还有对焦精度 锐度这几个方面 也是跟以前的老头不可同日而语 我曾经做过对比 和佳能原厂的351.4的镜头来比呢 锐度不输原厂 这个肯定能达到啊 由于它的镀膜技术是不一样 理念不一样 那么导致它的色彩 跟佳能原厂的351.4 还是有一些区别 应该就是说味道不一样吧 肉眼上的感官就是 司马这款镜头的颜色 还是略微有一点点 司马黄 没有佳能那么色彩 艳丽通透 通过一点点的后期 绝对能达到你想要的那种要求和标准 这款镜头的代号是012 应该是12年生产的 确实效果不错 这么多年一直跟着我拍摄不少婚礼 还有一些重要的场合 对它我是爱不释手 所以它一直被我保留到现在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云游的老鱼 喜欢我的观点就关注我一下 让我们一起学习 共同提高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